有关那个就是说 目前的有一些像科技业啊 或者像软体业的像是一些产业的资讯 因为刚好那个就是最近 龙华科大他也找我去他们学校做一场演讲 那因为最近疫情关系 所以就把它改成线上了 线上的话呢就是 我就没有远去演讲 然后呢我把它录影下来了 刚好这个主题就是我刚刚讲的那个内容 只是讲的更详细一点点 所以如果你想要对于那个科技业啊 或者像软体设计业有一点点憧憬的话 想要了解你该准备哪些相关的知识的话 那你们可以看一下我的教学频道 因为我有把我的那个影片放在我的频道上面 那也要你Google找那个吴老师教学这个关键字 第一个就是我的教学频道 第二个就是我的教学的YouTube频道 这是我的部落格啦 我的频道 那我的频道里面的话呢 你们可以找一些那个播放的清单 清单里面的话呢 其实第一个就是了 APP的UI跟UX设计师 这个技能业界目前现况的分享 那里面的话基本上 我大概录了总共四段影片 回去的话呢 你们假设你对于这个产业 有一点点充劲 有一点点充劲 或者你希望将来对于就是说 那个未来的职业想要大家先了解一下 应该要先准备哪些东西的话 那其实我是建议你不妨可以把这个影片 总共大概一个小时的影片稍微看一下 因为我们这个课程里面我是想讲 但是我觉得讲的有点太花时间了 因为我们还有更重要的 其实我是希望说比较 我们这个课程比较偏用实作啦 所以理论上面的东西 我可能讲的相对的比较少一些些 那如果说你想要多了解一些 有关那个APP的相关知识啦 我建议你自己买书来看 看懂绝对没问题 但是看懂做得出来做不出来又是另外一回事 我发现学生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做不出来 但是看得懂 可是你看懂做不出来 那等于你还是不会啊 那现在业界最希望看到就是你要做出来 那其实你做出来他就不会问你懂不懂的啦 说真的你都会做了 理论上你应该是懂的 不过会不会有人会做不懂 其实也有可能 反正就照着step嘛 12345做完就算了 就像你以前背99生发表嘛 背完之后啊 然后问你说为什么这个99是81 对不对 大家一般人不会去想那么多 反正99就是81嘛 你想那么多干嘛 对不对 所以这个知识部分啦 也许你们可以自己再去延伸 OK 所以这边的话 请各位 当然如果你有时间把它看完的话 一样你请你在看完的最后一个影片下方留言 然后把你的学号加姓名 然后跟我讲说老师我看完了 然后有什么心得 你就写两句吧 对OK 那这样的话呢我也可以帮你平常分数加分 OK表示说你看完 因为这个部分的影片跟我们课程内容是相关的 那我就不特别讲 这样我觉得比较可以节省时间 不然我说每次下午的课 两个小时 扣掉下课时间 说实在能够讲几句话 讲不到几句话就结束了 OK 所以希望多讲一点 但是没时间 另外又疫情又来 又来干扰一下 那这样想要讲的东西又更骗乱了 所以有时候根本没办法连贯 这也是最头痛的地方 那所以呢当然我是希望多分享一些东西 好OK 所以这里的话请各位有空的话再会看一下 那再来的话呢 就是说我们刚刚提到的 我们等一下要做的 实际上呢 就是从那个我们的云端白板上面的第几页 我看看这边 从第12页开始 就是12生效之一 显示对话框 那这个是等于是上个礼拜的作业 就是希望说你点的这个东西 点的老鼠它会跳出说你点的老鼠 你点的牛它就显示你点的牛 或者上面有一些叙述也OK 大概是这样的一个作业 所以呢 我们会需要说应该是不是没错吧 就是我们等于是上个礼拜的那个影片 那其实步骤不外乎就是第一个 你要先建一个新增一个专案 那专案名称的话呢 基本上我们取这个名称 叫 Rodia Rodia 这有点难念 那为什么会有这个名称 其实我是Google翻译找一下 然后呢就找到12生效 它原来是这个名称 那它的发音是这样子 Ro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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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想说老师为什么不直接打中文就算了 很抱歉 因为呢 这个MIT的 它目前没有支援中文 所以这个地方当然可能要特别 那就是在专案里面你新一个专案 然后给它一个叫Rodia的一个名称 OK 然后呢 再来就是什么 汇入12张图片 那这12张图片在哪里呢 请各位 当然你可以自己自己去网路上找 那如果实在找不到的话 你可以从云端上面找到那个 的资料 这边有个12生效的12张图 你会把它先下载下来 然后再把它汇入进来就可以了 下载 那除了12生效的那个资料之外 你会发现这边有一个12生效的 相关说明的一个试算表 一样可以把它下载下来 那这个12生效 你可以切到12生效运势 那里面的话就是说 今天的变化题 就是我希望呢 再把之前的讯息对话方块 改成什么 改成就是 就是一个下拉清单 这个下拉清单 类似像这样 我先demo给各位看 就是点它有没有 因为它运势 事业 爱情 财运 所以会有四个 那问题来了 我点一个它要显示哪一个才对 好像显示哪个都不对 所以我们可以点击它之后 可以预先显示运势 也就是说可以把这个内容 这里面的内容 帮我放到这个下方 然后呢 预先显示运势 那你想说那老师其他怎么办呢 你会发现它这个就是一个下拉清单 也就是说呢 如果你要选事业的话 那你可以点什么 点这个下拉清单一下 它就跳一个什么 跳个清单给你 所以也就是今天会多教这个东西 如何能透过下拉清单 让你选择事业 那事业点选之后的话 它会把这个点选的结果 直接帮你把它倒到这里面来 也就是这个地方会看到的 就是事业里面的相关资料 所以今天的重点就摆在这里 那当然会有12生效 所以意思就是说 你可能要做很多练习 有没有 12个这样的下拉清单 也是数 点下去的话 一样会有运势事业爱情财运 那如果今天呢 你假设点牛也会有一样的东西 虎也要有一样东西 所以今天好像比较花时间 好像就在做一些 就是可能是比较重复性的动作了 OK好 那这个地方的话呢 大概跟各位说一下 应该下课了 所以待会我们再来看 所以请各位先试着把前面的那个 练习先做出来 请各位就是自己再看一下影片 然后呢 基本上的话呢 我们就是做新增荧幕 比如说第一个叫S1 第二个叫S2 那将来的话呢 就是点选其中一个跳到另外一个 这个前面都有讲到 那前面我们是有做两个标签啦 不过标签的缺点就是说 它将来如果资料多的话 它旁边不会有卷轴 也就是看不到下面的东西 所以你可以把它改成叫什么 好像那个叫文字输入盒吧 就是说在我们的程式上面的话 在画面编排上面的话 这边其实就会有所谓的文字输入盒 文字输入盒跟标签最大的差别 就是说文字输入盒将来后面 如果资料比较多的时候 它会有卷轴 可以让你往下卷动 可是呢 这个标签就没有办法 这个可能要特别注意一下 那再来的话我们就把之前的那个专业 专案把它改写 所以改写的方式的话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那这个地方就是在 今天的部分呢 就是在云端的第22页的地方 就是有关下拉清单的部分 那做出来的结果就长得像这样 那里面的话呢 可能比较重要的部分 就是说资料在哪里 资料老鼠的部分就在这里 运势在这里 事业在这里 爱情跟财运 当然你们可以自己再找一个变化题 比如说你要把十二生肖改成十二星座 其实也是差不多这个概念 也就是你点了哪个星座 星座里面好像有区分吧 你的一样好像也有什么呢 你的运势 你的事业 你的爱情 然后你的财运 所以可以改变一下 甚至还有什么呢 除了十二生肖 十二星座之外 其实有关算命的东西才太多了 所以其实这个等于是如果你有idea的话 可以稍微把它改变一下 那所以我们有这个资料 那我希望把它做成像这样的一个下拉清单 那该怎么做 接下来的话 首先的话我们一样按部就班 当然你可以把之前的那个专案 之前的专案 你如果说要重新做过 像之前的专案你可以再把你的专案 利用所谓的 令存专案 把之前的专案保留下来 另外再令存一个名称 比如说这个专案的话 你可以在后面也许 就是把这个专案名称后面再加上 所谓的今天日期好了 假设用日期来划分好了 比如说之前这上个礼拜 那今天的话就是把今天日期 今天应该0.429吧 然后按确定 那也就是说他会帮你另外存一个专案 前面名称一样后面就日期 那有时候我会用日期来划分 因为好处就直接看就知道 新的跟旧的差异 然后呢 他等于是会保留旧的 那新的的话呢 你就可以开始改 那接下来要改哪些地方 首先的话我们第一个专案部分完成 第二个的话呢 就是画面部分 所以基本上 我们第二个先把画面的部分 先把它解决 那画面部分有哪些变动 其实基本上跟前面基本上是一样的 也就是说呢 一进来是一个Scrimp1 就是这个画面叫Scrimp1 然后呢 当我点选了这个老鼠的时候 我必须要另外一个画面给他 那个画面叫S01吧 然后这个点牛的话呢 假设再给他一个 叫S02吧 以此类推 这个就S03 有没有 那最后一个就是S12 那怎么新增荧幕 很简单嘛 这边不是有一个新增荧幕 按下去之后 那它就会跳出 不过我好像已经做了S01 就是老鼠的 S02就是牛的吧 如果再新增一个S03好了 那你这边 至于这种名称啦 那如果你不喜欢叫S0102 那你可以换别名 只要不要用中文 或者开头不能是数字都OK 所以等于是你要做12个 OK 然后做完之后的话呢 接下来我们就完成了萤幕啦 那再来的话 点过去之后 当然你必须要让它显示出什么东西 所以呢 点过来之后呢 第一个 你可以看它这个布局 这个S01就是老鼠 有没有 所以你点老鼠的画面呢 那理论上应该是先看到一个下拉清单 然后并且预先先载入什么资料 载入第一个运势 所以把运势里面的资料呢 就是预先把它放在这一个标签里面 或者是你可以改成什么 我刚刚讲的文字输入盒 两个其实都可以 你们可以试试看 其实我试过两个在这一边的城市 结果应该都没问题 那主要的原因是因为这个里面的字 其实并没有超过这个容量 所以不会需要卷轴的这个需求 那当然如果将来这个资料超过卷轴 比如说你们可能换成星座 星座的说明可能超过 那你可能就需要用到文字输入盒 这个可能要特别小心 那接下来的话就是 切到S01之后 那放哪些东西 首先第一个的话 你们就在上方 假设这个地方原来是空的 那第一步的话 你就把什么呢 把上方拖拉一个下拉四选单 所以特别注意 这个东西本来没有的话 你就把它从这边下拉四选单 拖拉到这里 那底下的这个部分的话 它是一个标签 所以把标签拖拉到这里 这样它就有两个东西了 OK 其实除了从这边看之外 另外在你的主件列表 这边也有 在S01的这一个萤幕里面 有两个元件 一个叫做下拉四选单 下拉四选单一 一个是标签 然后呢 我们要做哪些设定 首先特别注意 你拖拉进来之后的第一个动作 它原来的元件字串里面 这个地方是空的 那如果说将来 你希望点选它之后 它会有这个效果 它会有跳出一个 两个三个四个让你选的话 那请特别注意 你必须在这个下拉清单的组件里面 OK这个地方点下去 然后呢 它会在元素字串里面 本来是空的 那如果你假设要跳四个像这样的东西的话 那记得 你就在这里面 输入第一个运势 记得中间加豆点 而且这个豆点你记得要用那个半型的 你不要切到中文的 因为之前好像有同学 就不知道为什么 它就是把它切换成中文的 然后输入的时候呢 就变成全型的 那一执行之后发现 奇怪怎么全部都串在一起 道理很简单 因为它只认半型的 它不认全型 这个是正确的 错误是这样 它是把它切到中文 然后按什么 按豆点 它就把它输入成全型的豆点 就发生错误了 这个我想 各位可能要特别注意一下 这个第一个 上面的那个下拉式选单 然后下面这个地方的话呢 就是在把标签做相关设定 那哪些设定 再把一些重点讲一下 第一个就是说 我的字把它改成20号字 因为将来如果预设好像是 蛮小的 所以我觉得想在手机能够看得比较清楚 所以我就把它改成20 所以改的地方大概是这个 第一个字把它放大 第二个的话呢 具有外边具 就是在这个框框有个所谓的边具 让它不要整个贴紧 另外的话字的颜色 我把它改成蓝色 这几个地方可能要改一下 那另外的话这个文字 底下预设这边已经有文字 这个文字怎么来的 其实我是从哪边呢 这个本来没有 本来是空的 那我怎么把它拿过来 其实主要是从这边 12生肖里面 直接把运势这边Ctrl C 它就把里面的字把它复制了 然后再到这根文字 把它Ctrl V 贴上 这样Enter 它就有字出来了 有没有 那所以呢 你一切过来之后 你一定会先看不到运势 所以它预设就是先看运势 但是如果你没有预设 它里面就空的 所以大概是这样子 所以这个老鼠的部分就完成了 所以如果你假设切过来之后 你可以看到它这边就有一个选单 可是这个选单假如你背后没有写程式的话 你点了之后它也会跳 所以后面最重要的部分 就是你要再怎么样 再去加上这个程式 程式怎么写 待会我们再来看 所以S01OK了 然后再来就切到S02 所以S02好了 再S03 所以到底都一样 所以切过来S02 下拉清单先拖拉过来 然后底下一个标签 标签的话记得也是一样 稍微把它改动一下 那这边因为字没贴 所以我一样把它贴过来 牛嘛 所以牛的部分 是这个预设是Ctrl C 然后一样怎么样 把它贴过来 贴上一下 Enter 这边就可以看到 那字的颜色 黑色如果你觉得不好看 那你就会把它改成这个蓝色 有没有 不过好像这个地方会有一个问题 有没有这个标签有没有 它这边后面其实还有字 所以要不就是你把字稍微缩小一点点 18看看 18破财 它实在就是 不然的话底下的东西看不到 再不然还有一个方法 就是你不要用标签 你可能就要把它改成 就是文字输入盒 它就可以卷到下面去了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请各位注意一下 然后分别就把S1 S12一直到S12 全部先做一下 那这个做完之后的话呢 我们再切回到Screen1 Screen1的话就是我们原来的主画面 所以你会发现 可以通过新增荧幕 然后重新再增加其他的页面 那就可以做出类似像一个网站 其实你会发现APP其实跟网站还蛮类似的 只是说它缩小了 有没有集中在某个地方 那待会的话我们再来看城市怎么写 所以待会的话我们需求是 这个有一个城市 然后里面每一个都有那个 选择这个城市部分 然后写的方法我们待会再来看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进行操作